那我想在2008年之后 在这之前当然整个中国体育界 这位竞技体育界都是以获得金牌为主要目的 但是今后中国体育的发展还是要走向市场 所以在这方面现在也是一个趋势 相信在今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越来越多的企业来投身到体育产业世界当中 羽毛球是一个中国的优势项目 而且普及率非常高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体育市场化的项目 体育市场化是一个大趋势 而且中国的羽毛球形势这么好 所以它的商业前景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我想它在国内和其他的项目相比 它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普及性 我们到国内任何一个城市 看到这个羽毛球馆都是出租率是最高的 从事这个项目的人也非常多 而且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 目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羽毛球恰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项目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乒乓球可能稍微便宜了一点 而且它的运动量不够 高尔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太贵 所以像这样的项目 现在参与的是非常多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目光转回到比赛的现场 接下来将是男子双打的决赛争夺 中国队的富海峰和蔡云迎战 印尼的一队名将 马齐斯亨格拉 虽然他们两个人 这个队对手出道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他们的实力是相当强 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印尼的第一双男 其实他们第一次在大赛当中代表印尼打主力 还是在去年的汤杯当中 第一次这队选手担任了主力 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基多马齐斯 他的搭档是亨德拉赛特拉万 这一队的东西是由于来自行的 他们在这队的东西 特大是一个 这队的东西 所以我们最后一队的东西 看来我们的设计 在设计 这队的东西 对 那是够的东西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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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被挡网出界,这样的话现在是3比3平,开局双方是各得一分,交替上升 好球,外方蔡云防得非常好,最后造成应急队回球出界 外方在失去平衡的情况下,这个球仍然回到界内,而且回的质量还不错 那我们在前面的转播当中也给大家提到外方蔡云他们过去的特点非常鲜明 但是在整个的综合实力,他们全面性上有所不足,就在04年奥运会前后 因此当时奥运会他们也没有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是在内之后,他们在攻防的全面性上有很大的提高 特别是傅海峰这边的防守能力 比你对这队双打,他的前半场特点非常出去 他们的进攻能力,力量不是很大 所以说从第一局开赛打到现在6比4 中国队在前半场并没有占太多的优势 现在5比6,富海峰发球,马其次接发球 看着他回球出了边线 6比6平 6比6平 两个人配合得非常紧密 所以两个人在配合上很熟练 也体现在前场封 他封的线和后场补的这条线,两个人都有这个默契 好球,连续打对角线 现在在中半场,这两个并行选手 他们两个人的速度都非常快 在抽奖南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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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加油 加油 英尼的环球出界7比8 如果中国队在前半场不能占到优势 实际上拉开来先打也是一种选择 我们看到英尼队在前半场还是封得非常凶 接着滚网球 换一帮跳起沙球 连续攻 因为中国队处于逆风那边 他在进攻的时候本身就有很大的威胁 再加上场地风向影响 英尼队防守就困难更大 就英尼队回球出界 这样是8比9 现在是队外风发球